手臂上纹着咖啡树图案的老板 仔细挑选产地不同 上等的咖啡豆所研磨的咖啡粉 用不同方式泡出香味四溢的咖啡 在家里工作室 请来访的好朋友市议员杨秀玉慢慢品尝 味道就是它有 柠檬柑橘的香气 这家隐藏在六堵科技园区社区里面 专卖世界各地顶级咖啡豆的专卖店 身材魁梧壮硕 原本从事警察工作的张姓老板 退休前因缘际会爱上咖啡 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完全是因为对咖啡的热爱 就是这样子 然后觉得很有趣 它每天可以让我追着咖啡泡 从景值退休后 更毅然决然把爱咖啡的兴趣 转化为下半场人生的最爱 甚至直接在手臂上纹上咖啡树的图案 到世界各地专研 也专卖世界各地的咖啡豆 就是想把咖啡的美味分享给大家 我个人觉得咖啡是我的一部分 每天咖啡占据我太多的时间 所以我也想说既然这样子 然后这个咖啡豆也很漂亮 所以我想说就把它吃在右手臂这样 就真的是四年前的时候 一次缘机会 然后很幸运地让这位印尼的好朋友 带我到城区去 然后再来就是学习烘焙的技术 然后了解到咖啡豆的一些知识 所以在四年前的时候 就开始萌生这个念头 然后就把原本非常热爱的工作 干了32年的这份工作 然后刚好给他做一个ending 然后开始做我更热爱的咖啡 别看老板外表壮硕葵梧 谈起世界各地的咖啡豆精 优雅又充满故事性的内涵和语调 只能用温柔婉约来形容老板 对咖啡的深爱和专业 那到这个老赛门咖啡厅之后 真正喝了这杯咖啡之后 才发现真的是惊喜 它的咖啡真的非常的香 那我也有跟他买那个咖啡豆 它的咖啡豆真的是蛮亲民的价钱 它的喝起来的那个层次感真的非常的好 那这个是巷弄内的一个惊喜 如果有民众喜欢喝咖啡 喜欢这个咖啡豆的话 可以不妨到这家咖啡来品尝看看 虽然很多人都会问老板 到底哪一种咖啡最好喝呢 面对这个问题 老板带有惨意的说 全世界没有100分的咖啡 每个人对不同味道的咖啡 也各自有自己的喜好 只要您喜欢就是100分的咖啡 我是觉得就是不要局限 各个产区各个风味 处理法 陪度都有它美好的一面 所以不要去局限说 我一定得喝前陪的 我一定得喝深陪的 海辣百川 所以多喝多吸收 建立自己的味蕾辨识度 再去找到你喜欢的那杯咖啡 咖啡没有100分 只要你觉得好喝 那就是最好的咖啡 除了熟门熟路的各家咖啡店业者 经过口耳相传后 主动上门采买各种顶级咖啡豆之外 老板也非常欢迎 大家有空来他的专卖店 闻闻咖啡香一起聊咖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